AudioJungle AudioJungle 中共喉舌中心网 今日18日报道称 中纪委全会公告 释放LDQUO 反腐延伸到金融领域LDQUO的信号 而就在前日大陆媒体称为LDQUO 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 秦辉LDQUO 在沉寂十年后 200亿借客杀回A股 与此同时 中共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原会主席郭树清 对媒体称 不法分子透过复杂架构假出资 为规则建庞大的金融集团 在此大背景下 丑闻缠身的秦辉 仍在风生水起 中南海的水到底有多深 中共喉舌 中新网报导称 LDQUO 中央纪委全会释放反腐新动向LDQUO 直扣反腐延伸到金融领域LDQUO 报导引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的说法称 中央纪委将金融信贷列为普败重点领域 标志住金融领域 特别是银行业 即将掀起反腐风暴 而就在16日中共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原会主席郭树青在接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专访时说不法分子透过复杂架构假出资为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形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需依法延处16日当天大陆媒体报道表明与顺电子民收购成都热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济建设 以下简称LDQUO 成都润运百分之一百股权 作价200亿元的成都润运的控股股 东维新美盛典 实际控制人为秦辉 秦辉是LDQUO 天商人兼REQUO 的地造者 资料显示 位于北京朝阳区长城饭店 以美燕妓女为招来的天商人兼业总会 其幕后老板秦辉曾在2007年被捕 但另有报道称 2005年8月 秦辉就一度被警方带走LDQUO 协助调查LDQUO 在其LDQUO叠后台LDQUO的担保下 又已经取保候审 从媒体披露的细节看 到在1996年3月 正值中央召开LDQUO两会LDQUO LDQUO天上人兼LDQUO 也总会发生打杂事件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两位副局长无长城 崔迭英 因收费问题 在该业总会大打出手 而秦辉见识不妙 从后门紧急开溜 直接跑回LDQUO 中南海LDQUO 搬救兵 随后LDQUO 中南海LDQUO 的电话已打到北京市公安局张局长座机上 据说江总书借口头 批示LDQUO 石魔人赶在两会期间 去涉爱酒店 持枪打群架 严查严办LDQUO 2014年 秦辉携续贤夫人 刘多吉女儿 在香港两项红毯秦辉的神秘背景 在此后又有显露 2010年5月 北京警方突袭天上人间 一时传闻甚多 有报道说 天上人兼业总会持有者 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 2014年 秦辉携续贤夫人 刘多吉女儿 在香港亮相红毯 2014年 秦辉携续贤夫人 刘多吉女儿 在香港亮相红毯秦辉资产王国的真实背景 2005年8月 大陆网络长文披露 秦辉有多量作家 其中 一辆宾是600卦的中央警卫局特殊车牌 但秦辉的资产王国几乎都是银行的贷款购注的 此文对秦辉的关系网络有所介绍 文章说 秦辉与银行的关系 除了原中行的王雪冰刑长 还有2007年落马的建行 刑长张人照 而跟秦辉来往最密切的是民生银行的刑长动文标 同时民生银行的鸡各分行和支行的刑长于秦辉 航任负刑长后转人银监会副主席的严海旺 协助调查RDQUO 中安然脱身的秦辉 依靠的并不是本身的神通 而是依靠驻身后LDQUO 中南海人口 里那深不可测的海水 海水里的关系户门 恐怕不会有一个原因 看到秦辉的一招倾覆 因为他们都明白 尽管倾覆后的废墟中将有巨额的人民财产 反腐延伸到金融领域秦辉不为所动 中共十九大后不断是放出来的信息显示 中共的反腐 已经避开了深水区 RDQUO 老虎露头才打RDQUO 苍蝇乱飞才拍 习近平在十九大于江派政治妥协的引擎日渐显露 而中纪委目标也锁定LDQUO 两面人RDQUO在内的七种人 中纪委 银监会 都将割毛指向金融业 而银行业更是LDQUO 即将掀起反腐风暴RDQUO 阿波罗评论员窦齐心指出 秦辉在银行信贷等问题上 已有飞闻 更有遭调查的报道 其余银行业的关系也有披露 秦辉LDQUO 为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LDQUO 或有所显现 在上述背景下 秦辉丝毫没有LDQUO 收手RDQUO动向 反而在RDQUO沉寂十年后 二百亿借壳杀回A股RDQUO 足见其背后中南海的神秘背景 超乎外界想象 如若媒体披露所言 秦辉不但有中共元老的背景 甚至还皮帘江泽民家族 是否侧面印证习近平对江派的妥协而至 目前虽不能下结论 结合到天上人间花魁梁海灵被杀 无疑证实了LDQUO 花魁R TKO知道的太多 秦辉是否对关键五点证人痛下杀手 潜伏十年再度出山 谜底获以惊险